我們今天要上 這個是莎士比亞 就是 大家聽到都會怕 感覺很難 其實不難 跟我們一起上過這麼久的同學 一定知道 很好玩 覺得他的文字非常非常好玩 要開始之前 我先講一下那個 莎士比亞其實沒有多少人知道它 不是沒有多少 是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沒有傳記 沒有自傳 沒有傳記 沒有日記 沒有書信 沒有個人的情緒的發絮 什麼都沒有 我們知道的只有他的那個日期 什麼時候受洗 什麼時候結婚 買房子 然後 房子是以後了 賺到錢了一個東西買房子 之前他到英國 到倫敦我還沒有回來 I'm still aboard somewhere Anyway 他 到英國 到 到 London 之後 他就演戲 然後我寫東西 慢慢的 他開始就是 他的作品 主要就演他的作品 後來他就 跟人家合夥 有了自己的劇團 然後有自己的劇場 是這樣子起來的 所以我們知道的都是這些東西 還有Business Transactions 還有他的出版 或者盜版的劇本 這樣前前後後 大概有18本 等到他過世之後 他的一個好朋友 也是演員 兩個人 就幫他出了一個 就是First Folio 第一版本 那裡頭又加了18本 18個劇本 所以我們知道有36個 還有一些事跟別的人和諧 而且多少不知道 這些我們都不放進去 我們知道 大概有36個 由他的作品裡頭 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我用很簡單的 幫你介紹一下他的 他的寫作的過程 而不是他這個人 沒有人知道他這個人是怎麼樣 可是從 我從小 也不很小了 從大學一直看他的東西 看到現在 一直看一直看 重複看 每次看 每次感受不同 得到的東西也不同 這36本裡頭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 時期 最早他寫 他是模仿 你們曉得那個 Christopher Mahler 那個 你們看過那個愛情 Shakespeare and Love 那個電影裡頭 不是有一個劇作家被人家暗殺了嗎 那個人就是Christopher Mahler 他是那時候最 最好的一個劇作者 然後他們是學院派的 薩斯比亞只是念到小學 可是當時的小學程度很高 已經可以念拉丁文了 可能希臘文不太行 可是拉丁文可以看 Anyway 早期是模仿這些 已經有成就的 還有他用歷史 英國歷史寫 History Place 你們知道的 最出名的就是Henry the Fifth 還有Henry the Fourth 然後Henry the Six 還有Henry the Eight 還有King John 還有Richard the Second Richard the Third 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他早期的時候 Richard the Third 比較晚 那是早期 還有一些Comedies 喜劇 這些喜劇是比較 嘻哈的 像那個The Taming of the Shrew 什麼夫妓 馴夫妓 像這些 Love's Labyrinth Lost 還有這些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這些都是比較早期的 喜劇 我們今天要看的 Miss Summer Night's Dream 大概比較 就在介於早期跟中期之間 比較稍微 比較成熟了 不像 那個馴夫妓那樣子的 而是更加複雜 內容更加複雜 而且更有深度 那 在第二個 階段呢 大概1600開始之後 他開始寫悲劇 我們所知道的悲劇 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 也寫一些更有深度的喜劇 像As You Like It 還有Telf Night 我們看過Telf Night 蠻好玩的 還有Much I Do About Nothing 偏過電影 我們把它翻成都是男人惹的貨 聽起來一點也不撒斯比亞 很像八點檔這樣子 Anyway 這是比較第二期的 那末期 他沉澱了一陣子 然後末期 寫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稱作是Romances Romances這個字呢 是從 羅 是從 拉丁文語系裡頭 羅馬系的 這些文字 而來的 我們現在Romances 把它當作情史 或者愛情 最主要也是從這裡來的 像法國 法文 義大利文 西班牙文 這些都是Romance Language Romance Language 最主要是從羅馬帝國屬下的 屬地的當地的方言 就叫做Romance Language 當時中世紀的時候 從法國那邊就開始寫那個騎士的故事 Roland 最出名是Roland的故事 這是一個騎士 那 Adventures Love Courtship Friendship 這種Valors Honors 這些東西內容的 這種故事就叫做Romance 所以這個Romance是這樣子出來的 所以 慢慢因為有愛情 愛情越來越重 因為人越來越苦惱 愛情的比率重要越來越大 所以Romance後來就 愛情的比重很大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愛情故事講 叫做Romance 主要這裡頭有那種 Pastora 鄉間的 鄉村的 那種風格的 帶有那種風格的 那種故事 當然最後一個Tempest 暴風雨大概是他最後一個 我們所知道他的 全部他寫的 大概是最後一個 大致上這樣分